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余姨先生 你好 是Della 您好 大家好 我們有時在街上見到一些小朋友 他們很小的時候 就要戴著一個好像眼罩 遮著一隻眼那些 有說這些就是邪事的一種情況 尤其是瘋狀感 余姨先生 你幫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究竟邪事的成因 或是應該怎樣去判決 大家都有時有機會見到 當時是小朋友 年紀大的人都有機會見到 但你覺得他是邪事 有時是鬥雞眼 任何的邪事 當你一隻眼的眼族的Axis 和另一隻眼族不是平衡 那你就會出現邪事的問題 邪事有時在某個程度上 都會令到一隻眼 慢慢變成Lazy Eye 慢慢變成弱視 即他不用他 所以有時他們一般遇到這些問題 尤其是小朋友 通常就嘗試用眼罩 即是蓋著一隻好眼 逼那隻有問題的眼 例如弱視 或是少許邪事的眼 逼他用多些 當然邪事有時 大家看看 有大概有幾種 有一種是向內的 即是鬥雞眼下 也有些是向外的 叫Divergent 向外 但亦有一種是斜在一邊 即兩隻都是斜在一邊 這叫做Concomitant 即是大家一起 大家都是斜左 即兩隻向一邊 都是向一邊 所以這幾類都會有看到 一般小朋友 出生的時候 他們的眼睛是 不是要慢慢學習怎樣使用的 即是他們都是 每一隻眼大家獨立在使用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有些說法 嬸子小時候 嬸子小時候 有一點邪事 是 因為牠的眼睛是未懂得聚焦 聚焦 即是未懂得去做 所以有種說法 嬸子看東西是不專注的 有種說法 嬸子小時候很難知道 那幾個禮拜 到底牠是否看不看到 以前有一種說法 嬸子小時候 嬸子小時候 出生不久 那時候是模糊的 因為牠還未懂得聚焦 但也有些說 牠很早就認識了 基本上 當牠慢慢地留意到周圍的物質物件 就開始懂得聚焦 即是兩隻眼 各別的眼影像 就慢慢地融合 當然要經過大腦 大腦叫做Fusion Center 是聚變的中心 但如果一隻眼是有問題 什麼原因都好 或者是眼的肌肉 你知道眼有不同的肌肉 可以拉到左右上下 以及眼球轉動 即是有幾組肌肉在 如果肌肉不平衡 變成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Bernacular 即是兩隻眼望眼的看法 就有問題了 那就出現所謂的邪視 那為什麼會有呢 為什麼會出現邪視呢 當然啦 如果你一個是腦部 那個聚焦的中心 是比較弱 OK 就很容易 少少問題 就會導致你有出現鬥雞眼邪視 那麼最容易見到呢 就是有些是軟視都很厲害 嗯 即是眼睛是軟視都很厲害 或者呢 是兩隻眼睛不對稱的 嗯 他可能一隻是軟視一點 一隻就是可能近視一點 這樣 即是令到他很難去遮 是 那或者呢 是肌肉的控制那方面 那方面 也都會出現問題 那也都可能呢 是那個 因為過去曾經是有個發炎 令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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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角膜呢 是開始是模糊的 那 那 那什麼可能形成呢 很可能是曾經有些 急性的發燒 嗯 那這個不是一般發燒 可能發燒 或者可能是有麻疹 或者是百日咳 那這樣 那這些可能呢 是令到 就是有少少 腦袋是有少少發炎 影響到他 那也都可能呢 是因為跌傷的 那這些都是一個成因來的 那 那當然 就先說 軟是大 很深的近視呢 都很容易令到 那些人鬥雞眼 那樣的 那好了 那如果一隻眼是邪士 而不經常都少用呢 那慢慢變成了 就是弱視了 是 那所以有時候 你要看到呢 輕微的邪士 他們的 初初是企圖 是用一個 用一個 用一個眼罩 就是 遮住好眼 逼著弱眼 就讓他用多些 那這個 一種 一種手法 那當然 那他們可能 都會企圖 用一些運動 就是眼部的運動 比如旋轉運動 上下 那這樣 那可能跟著一個 一點 或者一個物件 這樣來 分裂眼 交叉 上下 轉左轉右轉 去做的 通常都是試圖去看看 那如果是有很嚴重的 那些 折射的問題 就是 深度近視 或者近視 都企圖 用近視鏡 或者眼鏡 去調教它 OK 那當然 如果 一般來說 如果都是 搞不定 那通常就用開刀 OK 但是我經常都感覺到 你自己用一般的常理 你想想 他開刀是怎樣呢 他要把眼球 那些轉動眼球的肌肉 調教它 是 那即是怎樣調教呢 我想你不能夠讓它整長它 你只能夠另一邊 來扭緊它 縮短它 那 譬如 你的眼睛是斜線 向左邊的 那你只能夠向右邊的肌肉 縮短它 即是切回它 或者縫回它 但是你始終這個手術 將整個眼球要深入或者蚊出來 我都不知道怎樣做 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那你割多少呢 我真是 即是很難的 即是你轉多少你才對呢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困難的程度 那那個醫生幫你去做手術 然後把眼球蚊出來 幫你慢慢來切回短距 來切回 即是切回一點點 然後亂回 你即時你不會知道它到底是正味的 你不是可以活生生地來看的 等你康復了之後 你再看看 咦本來可能斜線是25度的 那被你搞了之後 就調了15度 那做了5度還沒碰呢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斜線是一個很困擾的 這個問題 那很多人都沒想到的 其實呢 除了開刀 剛才所說的方法呢 其實在同類療法裡面 過去呢 亦都有很多經驗呢 是成功去治療這類的問題 嗯 好啊 余醫生不如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同類療法那裡怎樣 有哪些療劑可以幫到這個邪視眼的方便呢 那在同類療法的領域裡面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邪視的療劑其實也很多 是 那所以呢 我們都要視乎呢 每一個個個案 那個特異的地方呢 是希望呢 是找到一個呢 是特異相似的療劑的 嗯 那好了 其中一個呢 就是那個 丁期啦 佩拉多娜 那大家都了解啦 佩拉多娜呢 是一個通常用在什麼地方呢 是通常用在高燒啊 腦發炎的 嗯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到 如果那個病人呢 是早期呢 是因為呢 是腦炎 或者 可能未必是腦炎 他可能是有高燒啊 或者麻疹啊 這些這樣的 白日咳啊 這些問題 之後呢 他出現呢 那我們會考慮呢 會不會因為這個這樣的 當時那個病是令到腦的細胞呢 是出現問題的 嗯 所以呢 我們會考慮呢 用一用 看看可不可以試試佩拉多娜呢 是 所以這個呢 我們會常想得到的 還有一個療劑呢 我們叫做 Sena Sena Sena是驅蟲子 其實呢 是杜蟲藥來的 哦 OK 如果有時候呢 你看到一個小朋友呢 他的症狀 整個人看起來呢 好像是生蟲 是 是 那譬如呢 你看到一個小朋友呢 可能他很青白 他臉色很青青 還有有爛眼圈 OK 還有呢 是那個肚子裡 經常有些痛症啊 頻頻哀尿啊 頻頻要來到 就是 來到 劃那個 劃那個鼻孔啊 就是劉鼻歌啊 或者甚至劃光門啊 這樣 還有那個人呢 就是很hyper 這樣 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會考慮呢 那個 remedy呢 就是驅蟲子 就是驅蟲子 嗯 好了 那 跟著呢 就看乎正形 是 有一個療劑呢 是獨 那個 烏鷹的鷹下 毒鷹 英文叫Agaricus Agaricus 通常呢 這個呢 經常發現呢 他的眼球呢 是有少少 就是跳跳一下 跳跳一下 很多時候 或者眼眉啊 或者眼球呢 經常都叫 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 好像抽筋 那樣的症狀呢 是 那我們想想呢 這種的 那個邪士呢 可以用這個 那個 那個毒鷹 那個 那個Agaricus 這個 這個的療劑 的 好了 那另外一種呢 我們叫做毒鷹 Sacuta 毒鷹 那通常呢 這些的 情況呢 通常呢 那個小朋友呢 都同時呢 是有些 發揚釣一些 這樣的感覺 還有那個 毒鷹 發揚釣的症狀呢 那個人呢 是 扭斜也很厲害的 就是不是少少震 就是整個扭曲 是 如果有這個 這樣的症狀呢 有一種很扭曲性的發揚釣呢 那我們可以考慮呢 是 Sacuta 這就是另外一個 一個這樣的療劑 好了 還有一個呢 就是 也都是 跟那個 山蟲的小朋友都有關的 我們叫做 Cycl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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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療劑的名字 當然如果你發現 左隻左眼呢 是向內側走進去的 那麼 還有呢 那個Cyclamen 比較上呢 就是 比較是 很固執的情況 那 也都有時候呢 他發現呢 有些 他涉獲到的東西呢 是可能有些 兜圈啊 或者有高高低低啊 還有有時候呢 很容易緩緩 這些這樣的症狀的 那麼 那麼 或者呢 是在一個暖的房間 他的情況 會比較好些 那麼 或者是因為 曾經是有 因為抽筋 或者麻疹 或者是因為 有一個開刀之後 是出現的 這個問題 出現了 那麼我們的療劑 就先客來 Cyclamen 好了 那麼 另外一個療劑呢 就是 我們叫做 Jocemium 如果認識同一個療法的朋友呢 都了解 Jocemium 黃素卿呢 是一個很常用的療劑 通常呢 是用於一些感冒的 那 Jocemium 黃素卿呢 有一個症狀呢 你會看到呢 他那個問題呢 就是 因為那個 外殖肌 外殖肌的出現問題呢 令到呢 一隻眼呢 好像垂下去 就是眼皮 有一個症狀的症狀 OK 如果你看到這種症狀呢 我會考慮呢 可能呢 是用 Jocemium 黃素卿這個療劑 好了 另外一隻呢 是石糧 石糧呢 亦都叫做天仙子 當然呢 本身來說 是一種有劇毒的療劑 通常呢 這個療劑呢 都是用在一些 我們叫做眼球的肌肉 External Rectus 外殖肌 出現呢 令到他的眼睛 有一種垂下去的感覺 跟剛才的黃素卿 都有一些 相似的 OK 還有呢 你看到呢 雙眼呢 就有一點點 是凸了 或者是 有一點點變形 有點凸凸的 這種感覺 好 這個情況呢 我們會考慮 梁石 或者是天仙子 Iosiamis 這種的陣形 好 另外一隻呢 我們會穿 叫做赤根素 赤根素呢 也是 英文叫 Spigeria 赤根素 也是跟那個蟲有關的 也都可能是 肝悶痕 或者經常呢 隻眼球 經常都好像要斬斬斬斬斬斬 所以經常很喜歡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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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有一种抽动的感觉 曼陀罗的症状起因是因为受惊,吓惊之后 如果你能够在病人的病历里,能够追溯到 他曾经试过受惊,你可以想一下曼陀罗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硫磺,硫磺和皮肤的问题很有用 痕痕,皮膚痕,很多疹痕,便秘 硫磺有硫磺整个硫磺的形象,如果能够配合 亦可以想到的 还有一种是蕴草,蕴草 这种蕴草的蕴草,通常有眼睛凸 除了眼睛有点凸出来 原因是眼部的直肌比较弱 从而病者有时感觉有点压力感 这个就是蕴草 所以你看到在同外疗法的二百多十年的经验里 其实也有很多这些所谓邪士的问题 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可以试试这些,很简单 有这么长历史,有实际的疗效 以及绝对没有副作用的工具 首先用一下 因为始终你用真的开刀 未必一定可以 始终是一个创伤 我知道我们听众里面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一般以为是一种手术的毛病 其实是不一定需要开刀 是用自然同类疗法都可以帮助 今天我们也有袁医生 帮我们介绍了邪士的同类疗法 因为很多时候,正如刚才袁医生都说 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些可能需要一些外科手术 才可以处理到问题 其实原来,在二百多年历史的同类疗法 都可以帮助那些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听众一下 希望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可以想一下 自然医疗在同类疗法上 可不可以帮到手 先不要首选 第一时间就立刻去做一些很创伤性的开刀 或者是那些医疗的方法先的了 好,今天我们要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